那这个据说是当地的志愿老兵啊 沿着我们看到这个1.5千米 地道钻到了乌军的一个机械化旅的后面 突然那个地道啊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矿坑还是什么之类的 钻到后面之后把这个乌军暴打了一顿 这个乌军应该被打懵了 然后另外一头 这个俄乌的这算是一个大的一个进展 记不记得6月30号 泽伦接受访谈的是有个大转弯 不再坚持跟俄罗斯直接谈判 可以寻第三方的协议模式 然后呢7月4号 我们看到然后这个普丁呢 就在上和峰会嘛 在这个上和峰会的时候说 俄罗斯始终支持谈判 欢迎调停 这是这个泽伦的转弯 普丁赞美 同意了 对不对 可以第三方调停 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另一头就是匈牙利 好不容易轮到了欧盟的轮值主席 要干大事 他先去访问了乌克兰到了基辅 当然这个他所提议的 泽伦都打了回票 然后呢他马上又要访问莫斯科 他一去莫斯科呢 他本来指定7月5号 客公发言人马上就说普丁很忙 对啊 他在上和啊 所以呢今天还不能证实 但倒是欧盟急了啊 欧盟轮值主席国 无权代表欧盟跟俄罗斯接触 你怎么看呢 当然同时我要让丽将军补充的就是 根据这个有一个网站的记录 大陆运20 他把这个飞行路线都出来 就发现呢他飞到了这个俄罗斯 这个莫斯科附近 那当然说是任务不明啦 当然美西方就会觉得 抓到了 是不是来支援俄罗斯了 我们先从这个俄乌战争这种态势来看 第一个我们不要光看顿巴斯这场 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战斗 我们要看全班 不然他就流于建树不建立 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说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俄乌战争可以说有两条主要战线 一条是北方的哈尔科夫 另外一个就是这边讲的顿巴斯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从北边打下来 打下来这时候 这个我一直讲说 这个哈尔科夫这边叫决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 你观察前两天 这个哈尔科夫这边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也大力的在投入这边 在这边做决战 然后甚至于说是 这个乌克兰有一点反攻的 又夺回几个据点这种迹象 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其实主力 他放来这边在做攻击 但是乌东来讲的话 他很多部队抽掉上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兵力明显不足 但兵力不足被向后退是理所当然 但是他有一个关键 有一个关键什么关键呢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北部 哈尔科夫这边打完胜上之后 你再把这些部队以外下来 如果这边你没有打完胜上之前 你这个地方退得太慢的话 乌东来讲的话 你向后退得太快的话 而俄罗斯进展太快的话 那你就没有 我们叫做没有回旋空间 就你部队就被压缩在这边 用白话我很讲就被包围了 就哈尔科夫跟乌东这边就包围 那现在很明显我们看到一个局势 就是说现在来讲 哈尔科夫现在正在决战 双方来讲就是这个攻守来讲 还谁胜谁负还很难判断出来 但是乌东这边来讲的话 会不会乌克兰这边 顿巴斯这边来讲的话 乌克兰就退太快了 目前来讲的话 他正是守不住 一天一天逐次向后在转进作战 再向后退去 那再加上这场战役 这场战争来讲的话 就是俄罗斯他利用地道 转到他后面去 然后对他攻击 我有一个关键点大家可以观察 就是说如果说是俄罗斯的部队来 打到红军村来讲 乌东这边往前面推 推到红军村来讲的话 这个乌克兰就game over了 就是他就失去了回转空间 还差多少 其实应该是很快 因为他现在 以现在局势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现在 因为我刚刚讲的 乌克兰来讲的话 你现在部队向后退 其实是正常 因为你在这边来讲 是应该采取持久作战 逐步向后退 可是如果说你一旦退太快 退到这个俄罗斯 如果进展太快了来讲的话 达到红军村 你这个整个北线跟东线来讲的话 就失去了回转空间 你就战败 那我相信如果说学军事的人 不是只有我看得出来 因为包括这个普京啊谁 他们都看得出来 那现在有一个国家参战 北朝鲜 北朝鲜 对啊 工兵要去 去了 已经15000人 听说15000到20000个人去 然后派的是工兵部队 朝鲜为什么派工兵部队 它是属于战斗资源部队 它不是属于后期 也不是属于战斗 但你知道朝鲜去谁最紧张 南韩最紧张 因为朝鲜去的话 它就代表说 我这支部队 经过实战 对不对 那实战的部队 回来后到朝鲜半岛 那南韩压力三大 你知道就像是我们一个拳击手来讲 每天在自己家里面 这个练习打沙包 我虽然练得很厉害 可是来讲 真的要上台跟一下 擂台赛去打 说对方那个对手 他有三战四胜 或者是几战几败的经验 他上过擂台的 南韩还没有实战过 南韩没有上过擂台 那你如果说没有上过擂台 跟一个上过擂台的 两个对手打架 那谁胜谁负来讲最起码就先心虚一半 所以金正义有他的这种算盘 那很明显的 那我们再接着下面看来讲的话 为什么这个大陆来讲 会一家运20去俄罗斯 莫斯科降落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很多巧妙地方 你说纯粹我只是物资资源 物资资源你可以用民航的飞机 你为什么要用军用的运20过去 所以说中国来讲支持 这种用运20在政治上支持俄罗斯的态度 非常的明显 政治上支持 不是形式上面也是 实质上面应该也是支持的 但是他就是完全的就表态 他支持俄罗斯 所以我特别要讲 这时候很明显 不管是北朝鲜 对不对 北韩或者是中国来讲 用这家运20降落 在莫斯科 或者是说这个以战场 现在实况来看的话 有点像强倒众人推 乌克兰来讲有点强倒众人推 那泽伦斯基知不知道 现在回到说泽伦斯基 为什么这时候他同意第三方来协调 没办法了 因为他第一个他没办法 战场上的局势 他已经他知道说是 如果说是乌军推太快 推到红军村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是完全 其实透过第三方来斡旋 可能还可以再拖一点时间 至少拖到没选后吧 对 问题是第三方是谁 对美国来讲自己不可能跳进来 他有点名美国 对但是我觉得美国 这时候不可能进来 美国进来来斡旋的话 就美国自己承认自己战败 北约就立刻解散 对不对 那中国会不会进来 我觉得中国习近平大概 这时候也不会进来 因为这时候来讲的话 他恨不得俄乌战争越打越激烈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在我们刚刚 谢大使讲的 亚克讲的 在中亚这块地方来讲 他可以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 包括哈萨克或中吉乌 俄罗斯就逐步的会把中亚地区的权力 让给中国 但不管如何 他的这个讲法 我们看到这个普丁应该是同意的 表达欢迎 所以这是蛮大的一个转变 那当然西亚利也很有趣 好不容易逮到这个 当欧盟轮值主席 动作超大 七月一号上任 七月二号跑到基辅 现在马上我七月五号要去俄罗斯 要去看普丁 就俄罗斯马上说 抱歉我们普丁很忙 那光是一个匈牙利 它就是欧盟最头痛的一个国家 老师唱反调 亲中亲恶 所以一个匈牙利 是不是就能够搅黄欧盟呢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 来自于内在 十几元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最后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